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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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我的监理 这是我的监理 太激动了 这是我的监理 好 你坐 你坐 好 你好 先看一下 来来 有话了哈 刚刚到 刚刚到哈 哎呀 不好意思 停车弹过来哈 确实太大了 你开的大车来的哈 没有 老师来师 有七米多长啊 好多地方去不到 你开的老师来师啊 哎呀 这个针子给你 哎呦 性格大方 哎呀 你情况 还很符合我的要求的嘛 真的呀 你看嘛 超市下午 哎 低点都不止 完了之后骨架 性格呢 又活不活 对人又大方 对 我就想找个这样子的 都不是什么 我 就职业 职有职业 对的 职有职业 职有职业好 二天啦 你要是跟他在一起 六十块 我就好好生生的在你 职有职业方面 多给投入点 我这个人呢 没大事残住 嗯 说老实话 他是高富帅啊 这都是外头哥的名字 曲名 但是 我对亲人 对自己自爱的人 我是相当设的 怎么样 那你我们的地方嘛 哎呀 钱想哈呀 高安说想买个车子 我说你买个啥子车嘛 啥子车嘛 他说我买个奥特 我啪一眼吧 这么大口 我刮兮兮的 我的地方开奥特 我自己敢买个奥迪 而且是顶级奥迪 哦 奥迪啊 奥迪嘛 哎呀 一听到那个奥迪 我就很喜欢你了 我跟妈在奥迪之后 我那天刚开始的 哎 哥哥我要去换了个耍一趟 哦 哦 哥哥给我点钱 我说他要好多钱 甚至五元 我 你就 我要去 我要去 我的地方 有五元 我直接甩了五万给他 啊 是吗 后头他直接我说嘛 带了好多钱了不 带了两百多个人到我 那我去耍 我就又吃又耍又耍 我整个 我的天了 耍个换了个耍五万啊 哎呦我这 哎呦我这 我的天太少了 哎呦都还少了 我的天啊 哎呦我的天啊 真的是 我整天我觉得西瓜 我对你的爱 又是滔滔香水了 是黏黏不绝 哎呦我一看你 就你的一线钟情 我真的是无法自拔了 要不然今天我就把这儿 切都啥了 嘿嘿嘿 而且 哎呦你这个也太超自国际了 所以我这人呢 哎 喜欢我的女儿 还是有那么三五十个派系咱 是不是 但是我觉得 我看缘分 你都觉得 那这样子嘛 嗯 喂 哎呦我妈好 这银子不是钻子的 哎呀你看 穿西五大零银 哎呦 好嘛 等 哎呦哥 啊啊啊 你啥人 啊 我 我相亲 你好 熬弟弟弟 你好你好 啥子啥子情况 就是把熬弟弟弟的乙味给你留住 人家是啥子 你啥子 我是少子 少子 少子 哈哈哈哈 你慢一点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等一下哥 我有点事给你两个聊 我有点事给他说 啥子啥子 改天再说 我们是人生大事 我们要 啥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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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给我给你买熬弟 你还说啥 你们给我 喊你说我换了 我就拿了五万块钱 你还说啥子 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 你们两个人呢 你能知道 熬弟 熬弟在哪里 我只有熬头 还是二手的 安州家小李小长要淘汰的车 我还是花了 可能两千块钱左右 把他买的 谢谢 你不是说你给你们这玩 买一个熬弟的吗 哟 哥 你给我买熬弟 好久 我等到的 我不要挨吧 我只要挨路 是 实在是新亚国也可以 不 熬弟 熬弟 就是 你倒是熬弟 没买经常熬 他没有门抓住 你要是 他 我只要他四块钱 他天天蹲到门口收我 就差点耀门了 哪儿 我是耀门时代 没搞 哥 今天好难得碰到 你知道 四块钱我还了 对吧 你都多到我不见 那我们两个把账帅 你还差我的钱的吗 一群区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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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算是涨 要命算涨 你看 2011年的时候 我给你买馒头 对吧 当时你和我买的是 一块钱 你没给 2012年的时候 你当时买6块 你说你差3块 对吧 我又帮你付了 到2013年的时候 那一次是追缺的过 我们两个一起一起 本身说是扛裤子的 对吧 你最后扛起一双袜子 那双袜子其实也没得好贵 虽然对你来说有点贵 五块肤 但是你是长大人 龙四不走都说 哎 兄弟 咋子 你的钱 你帮我给了嘛 最后 我是不是打起 五块肤 枪都没开 我就帮你给了 我挤了长年 我给你挤了 我觉得对不对 乱说 三十五块九九 四 你把钱给了 你马上随便干啥子 到时候结婚 我还送你十五块钱 我给你离去 你不是傲的的吗 跟你们弟兄们有傲的的吗 你不是傲的吗 你不傲个人发动过的吗 我弟兄的时候老婆也找找到过来 找到过来 我看你老婆才找门夹到过来 他想说是 事早夹过来 我妈一关门的时候 她在后面 跟她找我妈要躺 好好好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应该深入再了解一下 你这么说话 我觉得我一哥都不相信了 一哥子都不相信了 好 我们一会儿再送 一会儿再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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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哪儿去啊 把钱还喽 把我都三十七岁了 还没结婚 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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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说之前嘛 学买东西的嘛 哇嘻嘻嘻嘻 我每一次都要扫我 直接扫了 这儿真的是三十八还够了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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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老海儿的衣服传出来 刷朋友 找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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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看 你还什么钱 管他说 哪些没说 三十八块钱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幸福在哪里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幸福观察团 团长是 心理学家 马燕 今天来到现场的幸福观察团 团员有 教师 陈希 公司总监 吴云娜 律师 侯立芳 四川省歌舞剧院编导 长廊 音乐总监 廖松林 几天前我们的编导 接到一位陈先生 打来的求助电话 他在电话中告诉我们 他想要了解自己 是一个怎样的人 到底这个事情 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是遇到啥子事情 需要我们帮助 因为我受伤的原因 我自己因为好多事情 自己想你和事实 到底是啥回事 我自己到底是啥子样的人 过去犯了些什么错误 有没有人 把我的缺点 不对的地方指出来 我是做工地的 因为这些事情 让姿妹家也在那儿吵 吵了好多冤枉架 我进医院的时候 工地交给我指挖子 不然 我就以为工地上的钱 被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拿去 用了回复了 坏人呢就以为是 我把钱收到 我自己没有把握到 去赌了去抓住了 那我想问一下 你说你得病是得到啥子病毒手术 他或透过的钢管扣件 从背后 将就我的钢管 就把这儿打到 那就是当时医生对于你这个伤之后 他是给你下了一个啥子定义呢 就是伤成啥子样子 伤到哪些地方了 那你觉得主要是影响了哪些人呢 现在妻子我受伤过后走了 离开两三年过后 他起诉 给我离婚 我想了不要拖累他就离 那那个家人呢 家人呢比如说姐姐呀 你刚才说到了姐姐对你有没有意见呢 姐姐也搞不清楚 我到这个地方到底听话吗 不听话 是不是去那儿外头堵啊 耍啊 开了现在这是我的骨头的 才上班没有呢 我们的发生班 那时都警告过 所以是可能睡下去 第二天是瘫痪了吗 就瘫痪了 哦 就是说你不能住气 因为我在屋子母亲有那么关心我 我醒好多睡了 马上起死了 你现在的生活来源呢 至于哪儿呢 靠我母亲每个月五百万 钱多钱啥 只要有饭吃 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高兴 嗯 我就不想让我母亲再为我担心 我到底是啥子样的人 指出来过后 嗯 我叫改改就改 嗯 亲人朋友指出来 嗯 说我 骂我 甚至打我我都 愿意承受 那你跟母亲也好 跟姐姐也好 他们的关系好不好呢 嗯 有些时候想来想去想堕落去啊 嗯 哎 说些话语啊 嗯 世纪母亲嘛 气嘛 就是因为你 官司 呃 你偏袒你的女嘛 嗯 你的外甥嘛 嗯 把钱这些拿来恢复了 反而说我去 我从来不做啥 都不打牌 嗯 电子上 不得人 中卫团人 不得任何一个电子 嗯 看到我去打过一次牌 然后 嗯 我姐姐又 久不久 想不通了 又要 发个短信或者啥子 又想 给她 争论一下 产发通了 他们家庭也不 愿意 我很后悔 很后悔 因为他们才在乎我了 不支持我的缺点 当时我那个可能位置 其实说成就 没有啥子成就一个 小小的老板 嗯 进到后想到你都是 小的老板 不好说的你 嗯 结果 我就 不晓得自己不对的地方 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 啥子样的人 我只要把 一个问题 主要需要证据 就是 钱 嗯 到底是 不管任何人用了 都 我说到底在不在 有没有那回事 用了钱的事 嗯 钱 是我自我领了啊 还是我领了 用了 或者啥子 公司头有 纪录色 嗯 但是公司头 我又没有啥子文化 又太相信了 老板 始终不给我算账 不结账 到底有没有钱 十年了 嗯 嗯 想到我受了伤 就 不利 不惨 人都不好找 嗯 我来就找了五头 老啊 老啊 幸亏没有 出过记忆的事 有时候记得啊 万一是 打起来了 出了手了 嗯 这个后果就 只有后悔 陈吉根表示 因为受伤的缘故 所以很多时候 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 而如现在 一直让他不能释怀的 终究是工地那笔钱的去向 那么 到底这笔钱 是侄儿拿走了 还是有着别的引擎呢 广告之后 让我们来听听姐姐陈凤 是怎么说的吧 第二次上来说啊 她先了解哈 她是一个啥子呀 女人 那你觉得第二次是一个啥子 以前是个很能干 也是 这个说呢 也 自己还是很很认真工作的人嘛 但是自从 她的一次意外 做了开路手术 嗯 但是我觉得她 神经很不正常 嗯 哪些方面性不正常 嗯 很很愤怒那种意思 嗯 很容易度 她说一句话就不对 她经常的杀 说的也要杀我 实际上 我对我第二次见 都是比我命还重 因为在医院里头 是我全的一副把揪起来的 我去到医院里头 等时是个光程生 光哥哥光东东 医院里头一分钱都不得 在工地上 直接给了五万块钱 五万块钱三个受伤人用 第一次开路手术 就用了两万多块钱 总共她的医疗费 用了十一万多块钱 加起来我买了四百四十瓶 那个人血白蛋白 七百二十块钱瓶 我就用了十二十万多块钱 除了她愤怒以外 还有哪些方面 你觉得她的种种行为 觉得 随时我送米过去 送油过去 送肉过去 都是她骂我 我就走了 她从来摔都不得摔 我喊都不得喊 以前不是 以前我两只命 简直是更命 你知道吗 我从小就把她照看去打 甚至是我把她带来 我妈妈从小 我妈妈理来的是 脑弱病产的 从来没住过 我妈妈 人家说 你跟鸡娃的感觉 是非常非常深的 在远头我跪着求老师 老师都喊我放弃 连家人我们亲戚朋友 都喊我放弃 那个屋主人 我跪着求老师 我说无论如何 我咋个脉皮 我把酒起来 他说你要考虑这一点 酒起来以后 那个好意证就是 要不是瘫痪 要不是治理问题 我说瘫痪了 我就养他一辈子 没有想到是这种好过 我老公一直支持我们家庭 我嫁过去 我们老公就一直 就是农村上 就拿到女儿那儿有 一直照看我们家庭 老公从来不得演演 就是去年他开始 后来就那些 就要打我老公 骂我老公 最后我老公就 反正演演有点大了 他去送我嘛 但是我拿东西拿没拿钱 他还是不得送 就有了去年 今年就 因为他发短信 要杀我们全家 就老得离婚都去要几次 但是最后他还是下不得心 现在我个人也工 好多次卖 跟我支而支去 我个人工大 妈妈只有五百块钱的生费 咋过去养嘛 他都全家 他的理由是啥子 我搞不懂 经常说的 我有别的都紧 我手机上有别的 条件全都在 把这个手机信息 给我看了一下 可以说在这个信息当中 息怒哀怒都有 嗯 我简单 这个是三月二十六号 下午十七点五十三分发力 你们家人就等着吧 会有人帮我讨回公道 我住鬼 都不会放过你们家 我活到一天 就会恨你一天 没良心的人 你不要高兴得太早 你一家死 我都不会死 你妈一天到晚都在哭 死为你哭 因为他生了公民良心的女 你的心被勾持了 你你家人都没得好下场 我就算不能懂 一听也要听到 你没家没有好下场 七月一号发力 接下 你有钱的话 借我几百元钱 我好换死吧 他们 谢谢 接下 借我点钱 一百块钱都可以求求你了 然后 我说 某某某 给你发的信息 借我的钱 我差不多 我差里面太多 我就不借了 你看 借口这个是一个极大的反差 我想问一下 你发这些信息 你晓不晓得 晓得有影响 有影响 为啥是这个信息 借口对接近有那么大的怨恨 也许是我用的方式方法没有对 我想 其实真的喊我做啥子事情 我也回不去了 姐姐陈凤一上场 便诉说着自己的种种委屈 在姐姐看来 对于弟弟 他已然竞够了所有的能力 但是弟弟的行为却着实让他心寒 那么弟弟是经常无缘无故的闹情绪 还是有所刺激才会如此的呢 就是他会无端的就发脾气吗 对啊 他突然间的吃着吃饭 他嗷了一声 他就闹起来了 是吧 说着好好的说着说着话 然后他就他就 这个无言碎语的就来了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就来 他来一来 他一发脾气我就让他 就跟他跟抽风似的吗 我就抖他 对 然后他现在他就扬言又要杀你啊 又要什么呀 就这个事情过后之后 他会不会就这个事情 跟你再去讲 比如说这个姐姐 我我其实我是不知道的 我写了这些什么不知道 他没有问过他 你咋不问呢 因为他这样了我就懂 他从来 他不见你 我送东西过去 他下都不下来 楼都不下 看人都看不到 就他不理你了 他根本就不理我 我甚至我拿东西过去 他看了我就走了 东西都不给你接一下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我就会有疑问 到底是我想的是对吗 还是有其他原因 疑问起来就会激动 就会争吵 是不是因为那个钱的问题 没说清楚 或者是不是你 你或者是指挖指令你 或者是你 你在那个问题上 没搞清楚 所以对姐姐他们 有所成见 缘恨 是不是这个事情 嗯 住了一个多月的缘出来 他就被细工 他们就喊去走了 就是他的总工资 就喊去走了 就根本没有要拿个插手 连我们都 全部是避开了的 连我他赔好多钱 他工地上拿好多钱 我根本就不晓得 连他的医药费 他的分钱没给过 现在我这几天也取证问了 也相信是确实没有任何人 领得走我的钱 因为我是走了 你好 我再问你个 你想不想大改中枢是好的 那儿资料上都算出来了 但是就遇到老奶不面对 我现在才反应过来 现在反应过来了 那你现在反应过来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 接近没有落用你的钱 我就很累就是 我接近来我表面上不想张 其实听说他在那儿吃饭 我就赶紧去弄这个菜 弄这个菜了 又害怕他看待了 不是的 悄悄的吃了 我一年很难得对 他吃一顿白下午 嗯 所以 很难得去 所以他说的一步 去年子 去年子我只儿子生 我买个剧果去 啥来吃 我只儿子生 我就猜大家吃 吃到 边吃他就边骂 就跟我老公 那我发生冲突 我就闹得不愉快 就把碗 碗给酒瓶子 去下碎了 实际上 他说我吃了他的 喊我不准上门 那些肉啊 鸡啊 全部都是我买的 哦 最后来我绝对他们生活 是我没有吃你的 第二的 我的羊羊 我哪吃你的嘛 他就把鸡肉伸到百分之 给我装到挂到 我车子上去 喊我马上走 在弟弟生病咯 就是做了手术出来之后呢 那么几年时间 他的一种生活状态 是不是像他自己 怀疑自己那样子的 要出去日漂夜渡 然后夜不归宿 然后回火无毒 因为在工地上的人 我连切都没切过工地上 我不是说工地 就是说你弟弟 生病也好 一好了 一个都一个好 他就出去了 因为那个早日方 要赔钱 他就赔钱 他就出去 出去 反正一年多了才回来 回来以后就睡到 自从回来以后 就没有出去就睡到 一直睡到屋头养气 养气就是 要三年受的伤害 要四年底就回来了 年底就回来了 一直在屋头睡到的 他受伤的时候 他有两个车子 现在车子在 车子影子都不得 我去给他办餐 这种申请地保 因为我个人确实供不起了 但是他申请地保 你腹头上有两个车子 就申请不到 就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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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住到而且很远的地方 是盆走一个山里面 买了 买了 我不想给家里面 争吵麻烦 找急 我就 不管我想什么办法 先把工人拒绝了 不可能拒绝了 不可能拒绝多 咱们说 不可能拒绝多 工人 因为自从手楼上 人家不得一个工人 拒绝一样要钱 实际上我也搞不清楚 因为他 那个是出钱 因为赵子方 本来就赔了钱 我就不晓得 人家赔的钱到哪里 自己赔好多钱 我都不晓得 因为姐姐和弟弟的话语出入太大 为了更好地了解事情的真相 也为了更好地帮助陈契根 我们的编导也将陈家姐弟的母亲 蓝玉香请到了节目现场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娃儿平时在屋头 是不是睡一睡的脾气都不好 他发起来就不晓得啥子了 就骂人打东西 啥子的要办 要打娃娃要忙 我个人管三个人 我个月省了五百块钱 中华子也跟着你们的是不是 生华子才读五年纪 哦 中华子才读五年纪啊 就他们大娘 我们吃年龄 就他们大娘管 吃的肉啊 猪肉啊 今年是 他都过夜嘛 我才过了三斤肉 吃的肉就是我们牛啊 那时候可能我们早年过来 给我吃 九点都没有吃肉 我生完的时候 阿婆我们都想吃肉了 过来妈 小子给了那么大一坨 炒一坨等他吃 我们大人 我跟我去念点菜吃 娃娃她妈 不管吗 没管过 她妈没有管过 她妈在这儿呢 奶妈给我带她的 我也不晓得 你不晓得 至少生下来 就是我个人 用奶粉养大的 全部是我个人养大的 连她我生的都没养 娃娃的妈妈在哪里 在北京嘛 离了嘛 这就离了 我听说的是两道风啊 你去了 那那个娃娃是哪个的 也有高的嘛 那你第二道结婚的时候 你后面那个爱人 你也不管那个娃娃 是不是 他肯定没得钱 没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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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只晓得打牌子 你们儿子啊 先目前 他能不能够 就是做一些 你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帮到你做家务 洗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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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菜 那些 有一时间 我姐娃娃回来 晚了嘛 他又晓得 煮点饭 吃点菜 他自己今天什么 穿的衣服 自己晓得 洗了玻璃 玻璃衣服 他经常要打娃娃 他娃娃是打娃娃 娃娃不听话 打妈 还是无缘无故的打娃娃 是是 他脾气 犯臭嘛 他就骂娃娃嘛 娃娃娃 不做作业这些嘛 我就和他不要打不要骂 我要看他有气色 我个人得打的 从小我得打的 你能不能评价 你儿子是一个啥子样的人 从小他是多好的人 就是他手的上他脾气 发毛起来就毛得很 不乱嘛人 要不办东西拿了啥子 办门拿这些 都靠了 靠了三平门 那些沙发这些都花了 过来他又晓得了 我 哎呀好可笑 我都不晓得咋过来 哦 我说你自己 是好人要去调警都出了的 我说我说 他就是好主要上调话 他说我个人不三个人死了 他就死了更安逸 他说我死了 你们两个个有个姐姐 帮你们还过了 过出来了 大姐我问一下 最后那个就是 这位大哥他出院了以后 你们有没有带他去那个医疗机构做一些解定呢 一年过后才做解定 因为他那个开路手术 骨头是去了 一年过后才去安那个骨头 好那个骨毛 现在是安的骨毛 骨毛已经陷下去了 现在安也不放安了 他就是不人口 他人口他不得比 他要钱就找我 只有我一个人 我不给钱就会杀你的 我想问一问 就是上次一个月的时间 要了四千块钱你干嘛去 以后以后也这样要钱怎么办 我确实供不起了 我确实供不起了 你为什么老找你姐姐要钱 每次要钱 十四二天就要了四千六百块钱 你买了房子 你买了房子 我出事过后 人家来看我拿的钱 现在我晓得人家屋头有事 想而死了 我凭对心头 该不该去拿 想办法 你哪一个同事 你哪一个朋友 他随着医院 我没记得他朋友 你那个朋友是谁 姓是谁 没记得他的朋友 然后我给他转的钱 存的钱过去 单子都拿回来了 我妈最清楚 而且还喊人 在我去存的 她又没有这个事情 我不晓得 她只要钱 我妈可以说一句 我不会哭一场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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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问一下 现在我们跟他的沟通上 有问题是我们问的话 他很多可能会是他的意义 不能把他当一个很正常的一个 普通人来处理这个问题 此时此刻面对着陈吉根的状态 面对着不满的姐姐和年迈的母亲 现场的幸福观察员们 是怎样看到的呢 其实刚刚在这个大哥身上 我起码看到了三种人格 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三种不同 截然不同的性格 第一个是刚刚上场的 很谦卑的形象 后来你看刚刚说 开始说话的时候 开始就有点脏话出来了 那是另外一个人格 还有一个就是他捏造 我们可能现在感觉 听下来觉得他有点捏造 事实的那一个人格 有房子 然后又有什么朋友生病了 要怎么样 我现在在他身上 我起码这样听下来 三重人格了已经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应该是这样讲 我感觉听下来就是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马老师 是不是有这样的感受 如果说是因为脑损伤 而造成他现在的意识的不清晰 做事情的时候这个糊涂 那么他更多的是 靠着他的潜意识 再去支撑他现在的生活 而在他的潜意识中 他可能要埋藏了几个 就像你说的人格 其实我们每个人 有很多个人格 就是他可能会觉得 比如说他那个什么 他那个工人的那个费用 一定要结 这个是他负伤的时候 他心里面垫着的一个事情 包括说他觉得他在某一个地方 他想要有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的房子是他的 他要在那个地方要去生活 这个也是他想的 他想要的 包括对于现实中 他觉得对你的不满意 对什么侄子的牵挂等等等等 这些也是他内心的一份牵挂 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把他自己整合起来 他是分散的 他是分开的 他是分散的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他自己变成一个统一的一个他 所以在他的话里面 我们很难去辨别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即便说真的有在某一处有这个房子 但是到底这个房子跟他所描述的是不是一致的 其实都不一样 知道吧 所以他是活在一个异想的一个状态下 包括你说刚才哭 其实你讲话时他也在哭 你上来说话时候他也在哭 然后妈妈上来说话时也在哭 就你说他没有愧疚吗 他有 就恍惚间他可能会觉得 哎我不应该这样对姐姐 我不应该这样对妈妈 我我怎么可以这样的去跟你们又打又骂又去闹 但是恍惚间他又觉得我心里面我压抑了很多的愤怒 为什么我现在这个样子 我钱也没有了 我身体也不行了 谁要为我现在的去负责 所以他现在很抽象 他不是一个具体化的 对我们所有人跟他的对话 都是无效的 你明白吗姐姐 今天可能您来就是想 哎我要到底要问问他 你怎么回事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 你从小到大为了你为了你的孩子 我已经付出了我的半辈子 你还这样对我 您是觉得很不甘心 包括妈妈 肯定也很不得也很不甘心 但现在他病了 而且这个病病的不轻 对我 他不是靠一个脑手术 或者有一个心理医生就能把它治好的 他现在是乱的 如果是做了这个上次确定报告的话 他那边能不能够申请地报 就是那个申请地报 可以申请地报 我们同学觉得明证 他说的必须要上产报告 你这个样子吗 你不一定要走明证那个通道 是因为现在哈 老部损伤的鉴定的话 在就是在成都范围之内最权威的 也就是说最认可的哈 各个部门都要认可的 就是华西这个鉴定中心 他们做这个治理车评 就是全成都所有的鉴定机构的 治理车评都必须要在华西去做 他们做一个鉴定的话 费用其实不是很贵 钱多块钱 我经常带我当事人去做的 你钱多块钱啊 对 我经常带我当事人去做的 在你们课程中的范围之内 我就尽快把这个事情给它 弄下来的 不要为了省了省了这一千多块钱 你看你们老母亲 我的好老婆嘛 你们肯定需要一些 专业的一些治疗才能行 我个人觉得其实在家人有生病的情况下 家人确实应该配配在周围 但是如果是精神状态有病的话 我并不介意家人一直都在他的身边 我觉得像这种情况的话 应该尽快的给他给你 我不希望用他的这种状态带给他的孩子 让他的孩子生活在一直不稳定 情绪不稳定的一个人生 身边 这样对孩子的成长也不利 甚至也会影响母亲 影响你的家庭 那么我们可以把他送到 缺位的机构 在他没有正常的情况之下 妈妈和孩子 最好还是给他给你一下 刚刚你在这个跟我们的聊天当中 我知道你心地是善良的 刚刚姐姐也说了 你在出事之前 也是一个非还是不错的弟弟吧 不错 姐姐还是给了你很高的评价 第一个你说你有房子 在雌峰是不是 你说你有 如果真的有的话 地址们拍好给姐姐 姐姐去看一下 好不好 如果说有这样一套房子 能够把它卖掉 能够给 现在他和妈妈的这个家庭 能够给一些补助 是一件好事 对不对 他现在也住在成都嘛 也不住在雌峰嘛 我觉得这是一个考虑 陈大哥你觉得怎么样 现在老母亲500块钱 要供你还要供你的儿子 很辛苦你自己也说了 有这个房子 门牌后地址给姐姐 一家人做个决定 那个房产怎么处理 如果有的话 当然如果没有的话 问题就在你了 大哥 你自己也知道 你为家里边的人 带来了很多的困扰麻烦 甚至当初你生病的时候 你住院的时候 姐姐是跪在地上 求医生救你一命的 你小的时候是姐姐把你带大的 你的儿子现在也是姐姐帮你在拉扯着的 当你心中有怒火的时候 你不高兴的时候 你想骂人 你想动手的时候 你要想一想你的姐姐 你的母亲 为你做过什么 大哥你一定要配合一下家人 你还有一个孩子 你要给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家庭环境 你去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做一个鉴定 对你好 知道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家好 如果说有相依的 比如说伤残的等级平出来 给你补助 也是给家里补贴 这是双方都有利的事情 你要配合姐姐和母亲去做这件事情 不要抗拒 那到底来说应该有钱的 你为啥子吃地板 你自己没有钱拿 好 这个 这个没得 我们的脸面去 啥子还要给政府增加负担 虽然嘉宾们都纷纷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但是陈吉根依旧坚持起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心理学家马燕老师 又会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予怎样的帮助呢 你不是想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吗 看着我 我告诉你哈 你呢 是个善良的人 知道吗 在你的心里呢 你觉得每一个人都好 都是好人 你从来没有想过要伤害谁 你一直呢 都是个很有良心的人 你做的事情要对得起你身边的所有的人 不管是你的工人 还是你的妈妈 还是你的姐姐 还是你的侄子和你的孩子 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你也是个很好的儿子 你是这个世上很好的一个男人 不管是别人告诉你你做过些什么 你呢做过的和没做过的你都愿意去承认他 证明你是个勇敢的人 你是个有担当的人知道吗 那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男人既勇敢又有担当又善良又负责任 那这个男人他一定要好才行 可是现在的你啊生病了知道吗 你生了一点病除了呢这个头需要去治以外 还有一个你的脾气啊会伤的你身边的人 你看妈妈姐姐包括孩子都因为你的脾气而受伤 所以今天老师们在劝你干什么呢 是让你到医院去做个检查 去检查一下到底啊这个病严重不严重 这个生的这个病呢怎么治才能把它治好 所以今天姐姐来和我们老师们劝你 都是想让你去医院去做一个检查 去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体 看看自己恢复起来是不是可以更快一点 如果有问题我们就去治 如果说没有问题 那我们就好好的在家里面修养 或许你还能再有一份工作 你还得创造价值 毕竟还年轻对吗 你还有责任是不是 对吧 那你看我们做完了节目之后呢 那陪着姐姐妈妈一起 我们到医院去做一个体检可以吗 可以对吧 好那说到了就得做到哟 男人说话可不能再说回去哦 对不对 这件事情我自己都晓得去 好 让她不用 不用陪你去是不是 自己都可以去是吧 因为现在经过那么久以来 我觉得心态各方面想通了 心态没有问题 只是去做个检查 对我们幸福在哪里 节目主来说 其实一个公益节目 同时也是帮助更多迷茫的人 寻找幸福方向的人 同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在众多爱心企业的 筹集和帮助之下 成立了一个幸福慈善基金 本期当时将会获得由成都波仁 北顶峰医院等 赞助的幸福慈善基金的救助 希望能够帮助你们 解决一些消息的问题 也希望我们大家 共同一起携手 把你们现在的生活 和你们的困难 一起来解决掉 好吧 姐姐 谢谢 谢谢 好吧 那也希望我们更多的人 能够关注她 同时呢我们希望 第二集前你 从事医术研究的工作人员 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一些资源 对大哥这个情况 如果对她的康复 比如说帮助啊 或者说对她这个病情 能够有一些 自己在医学上的一些 独特的资源 都希望大家联系我们 我们一起接受 让大哥早日的康复 让他回归到正常的生活状态 让他真正正正的能够明白 自己是一个傻子的人 让他真正正正的做一个 明白的人 快乐的人 善念的人 同时也有幸福的人 谢谢大家 节目录制结束之后 母亲蓝玉香给我们打来了电话 她告诉我们 陈吉根目前已经有了好转 心态也不同了 我们衷心的希望 陈吉根能够好好的配合治疗 早日恢复健康 也衷心的祝愿他们一家人 以后的生活都能幸福美满 好了各位观众 以上就是本期幸福在哪里的全部内容 今天所有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 将会获得悠悠麻子 才能教育提供的精美礼品一份 了解更多资讯 您可以登陆四川广播电视 在官方网站 3w.sctv.com 您可以关注微博 微信 以及四川手机电视广播端 当然我们也希望您在收看精彩节目的同时 关注到我们幸福在哪里的微信平台 通过微信平台给我们提供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以及提供节目的线索 请记住 幸福在哪里是一档全真实的情感调节类节目 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成都博润白颠峰医院 对幸福慈善基金的大力支持 成都博润白颠峰医院 电话8819-9999 电话8819-9999 明星期的中文明 这是接地障的一档全都博润的一档全 셋